现在这台机器它是报102 我们现在会来分析它 问点发生在哪里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马达盖 用同样的方法把马达盖给拆开 那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 这个电机这两个线 它们有没有接触不良 或者是没有脱下来了 生脱了 都会造成这个102 因为102的故障的话 它是没有识别到这个电机 所以的话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查这里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故障这里查好了 没问题它还是没有排除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把这个电机给更换掉 如果这个电机的话换了以后 它还是报102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控制器 把这个控制器换了 可能这是这个IGBT 这个经济管的话 出现了故障造成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这三个地方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电机 还有一个是这个 你们现在有多吗 没有啊 那些地方有了 这一直都可以 diary